第三十七回 江子牙衣上昆仑山 诗曰 子牙初返玉京来 摇见琼楼香雾开 绿水浅财人事梦 青山宵尽帝王财 君民有难干戈洞 将士多在一树摧 无奈封神天意定 齐山方去驻心台 话说哪吒 一乾坤圈 把张贵方左臂打得金断骨蛇 马上晃了三四晃 不曾跌下马来 哪吒得胜进城 探马抱入相府 令 哪吒来见 子牙问曰 与张贵方见阵 胜负如何 哪吒曰 被弟子乾坤圈打伤左臂 败进营里去了 子牙又问 可曾叫你名字 哪吒曰 贵方连教三次 弟子不曾理他罢了 众将不知其故 但凡精血成胎者 有三魂七魄 被贵方叫一声 魂魄不拘一体 散在各方 自然落马 哪吒乃莲乃莲花化身 魂身聚是莲花 哪里有三魂七魄 故此不得叫下轮来 且说张贵方打伤左臂 新刑官封林又被打伤 不能动吕 只得拆官用告急文书 往昭歌见文太师求援 不表 且说紫牙在府内自私 哪吒虽则取胜 空后面昭歌调动大队人马 又类稀土 紫牙沐浴更衣来见五王 朝见碧五王曰 向父见顾有何谨示 紫牙曰 臣死主公 往昆仑山去一遭 五王曰 兵临城下降至豪边 国内无人 向父不可逗留高山 始孤盼望 紫牙曰 臣死去多则三朝 少则两日 及时就回 五王许知 紫牙出巢 回相府 对哪吒曰 你与五级好生守城 不必与张贵方厮杀 带我回来再做驱化 哪吒领命 紫牙分腹已毕 随借土顿往昆仑山来 怎见得 有失为正 旋里旋空旋内空 庙中庙法庙无穷 五行道数非凡数 一阵清风至玉宫 话说紫牙从土顿到得麒麟牙 落下土顿 见昆仑光景 皆叹不已 自想 一离此山不绝十年 如今又至 风景又绝一心 紫牙不生眷恋 怎见得好山 阴霞散彩 日月遥光 千珠老百 万劫修黄 千珠老百 带雨满山清冉冉 万劫修黄 寒烟一静 色苍苍 门外一花不紧 瞧遍窈草生香 领上盘桃 红锦烂 东门戎草 翠丝长 时闻心鹤立 每见鸾翱翔 心鹤立时 生振久高 萧汗远 锐鸾翔处 毛灰五色 彩云光 白鹿玄园 时隐线 青诗白相 任行藏 习惯灵福地 国乃圣天堂 紫牙上昆轮 过了麒麟牙 行至玉须宫 不敢善入 在宫前等候多时 只见白鹤童子出来 紫牙曰 白鹤童儿 于无通报 白鹤童子 见识紫牙 盲入宫 至八卦台下 贵而起约 江上在外 听候欲指 原始点首 正要他来 童儿出宫 口称 师叔 老爷有请 紫牙台下 道身拜福 弟子江上 愿老师父 上寿无疆 原始月 你今上山正好 命南极先望 取风神榜与你 渴望齐山 造一风神台 台上张挂风神榜 把你的一生事 举完毕了 紫牙贵而告月 今有张贵方 以左道旁门之树 征伐西齐 弟子道理微末 不能制服 望老师大发慈悲 提拔弟子 原始约 你为人间宰相 享受国路 称为相父 凡间之事 我贫道 怎管得你的劲 西齐乃 有德之人 坐手 何怕 坐到旁门 世道危急之处 自有高人相扶 此事不必问我 你去吧 紫牙不敢再问 只得出宫 才出宫门手 由白鹤童而约 师叔 老爷请你 紫牙听得 急忙回至八卦台下跪了 原始约 此一去 但凡有叫你的 不可应他 若是应他 有三十六路征伐你 东海还有一人等你 物要小心 你去吧 紫牙出宫 有南极新翁送紫牙 紫牙曰 师兄 我上山参业老师 恳求指点 以退张贵方 老师不肯慈悲 奈何奈何 南极新翁月 上天树定 终不能移 只是有人叫你 且不可应他 着实要紧 我不得远送你了 紫牙捧定风神绑 往前行至麒麟牙 才驾土盾 脑后有人叫 江紫牙 紫牙曰 当真有人叫 不可应他 后边又叫 紫牙公 也不应 又叫 江丞相 也不应 连声叫三五次 见紫牙不应 那人大叫曰 江上 你退 薄情而忘旧也 你今就作丞相 为及人臣 独不似 在玉须公 与你学到四十年 今日连呼你数次 应也不应 紫牙听得如此言语 六涛 跨虎登山 随地势 三山五月 任逍遥 话说紫牙一看 原来是师弟 申公报 紫牙曰 兄弟 无不知是你叫我 我只因师尊 吩咐 但有人叫我 且不可应他 我故此不曾答应 得罪了 申公报 问曰 师兄手里拿着 是什么东西 紫牙曰 是风神榜 公报曰 哪里去 紫牙曰 往西起 造风神台 上面张挂 申公报曰 师兄 你如今保哪个 紫牙孝曰 贤弟 你说混话 我在西齐 身居相位 文王托故 我立武王 灭咒王 正应上天垂相 岂不知奉明其善 照应真命之主 金武王 今武王得配 遥顺 人和天心 旷承堂 旺气 黯然 此一传而尽 贤弟 反问 却是为何 申公报曰 神公报曰 你说 成堂旺气已尽 我如今下山 保成堂 扶周王 紫牙 你要扶周 我和你撤走 紫牙曰 贤弟 你说哪里话 师尊严命 怎敢有为 神公报曰 紫牙 我有一言奉饼 你听我说 有一全美之法 倒不如 同我保周灭周 一来你我弟兄 同心合意 二来 你我弟兄 又不治身伤 此不是两全之道 你意下如何 紫牙正色言曰 兄弟言之差矣 今听贤弟之言 反为师尊之命 况天命 忍其感逆 绝无此理 兄弟请了 申公报怒色曰 江子牙 料你保周 你有多大本领 道行不过四十年而已 你且听我道来 有失为证 练就五行真妙诀 移山倒海更通玄 降龙拂虎随无异 跨鹤城鸾入九天 子气飞升千万丈 洗食火内重金莲 足踏霞逛闲 闲戏耍 逍遥也过几千年 话说紫牙语 你的功夫是你的 我的功夫是我的 其在年数之多寡 申公报约 江子牙 你不过五行之术 倒海一山而已 你怎比得我 似我将首级取江下来 往空中移至 便由千万里 红云拖街 附入景象上 依旧还原反本 又负能言 此此等道数 不枉学道一场 你有何能 敢宝舟灭咒 你依我烧了封神榜 同吴王昭歌 亦不失丞相之位 子牙被身功报所获 暗想 人的头乃六阳之首 温将下来 游行万里 附入景象上 还能复旧 有这样的法术 自是稀罕 乃约 兄弟 你把头取下来 果能如此 起在空中 父能依旧 我便把封神榜烧了 同你往昭歌去 深功报曰 不可失信 子牙曰 大丈夫一言计出 众若泰山 岂有失信之理 深功报去了道金 直见在手 左手提住丝巾 右手将剑一吻 把头割将下来 其身不倒 副将头往空中一抛 那颗头盘盘寻寻 只管上去了 子牙乃忠厚君子 仰面呆看 其头悬得只见一些黑影 不说子牙受货 且说南极 鲜翁 送子牙 不曾进宫去 在宫门前 少气片时 只见深功报 乘虎赶子牙 赶至麒麟牙前 直手画脚讲论 又见深功报的头 游在空中 先汪曰 子牙乃忠厚君子 先心被这孽障祸了 盲患 白鹤铜儿哪里 铜子答悦 弟子在 一块画一只白鹤 把深功报的头衔了 往南海走走来 童子得法指 便画鹤飞起 把深功报的头 衔着往南海去了 有失为证 左道旁门或紫牙 先翁妙算更无差 妖先权在深功报 四九兵来 乱四马 话说子牙仰面关头 忽见白鹤咸去 子牙跌足大呼曰 孽障 怎得把头咸去了 不知南极新翁从后来 把子牙耗心一巴掌 子牙回头看时 乃是南极新翁 子牙盲问曰 道兄 你为何又来 新翁指子牙曰 你原来是一个呆子 深功报乃左道之人 此乃些小幻术 你也当真 只用一时三刻 其头不到井上 自然冒血而死 师父吩咐你 不要应人 你为何又应他 你应他不打紧 有三十六路兵马来罚你 方才我在玉须宫门前 看着你和他看着你和他讲话 他将此树获你 你就要烧风神榜 躺货烧了此榜 怎么聊 我顾叫白鹤童儿 画一只鲜鹤 行了他的头 往南海去 过了一时三刻 死了这孽障 你才无患 姿牙语 道兄 你既知道可以饶了他吧 道心无处不慈悲 连续他多年道行 数载功夫 单程九转 龙交护城 真为可惜 南极先汪语 你饶了他 他不饶你 那时三十六路兵来罚你 莫要懊悔 紫牙就说 后面有兵来罚我 我怎肯忘了慈悲 先行不仁不义 不言紫牙哀求南极先翁 且说身公报 被仙鹤咸了头去 不得还体 心内焦躁 过一时三刻 血出即死 左难右难 且说紫牙恳求心翁 心翁把手一招 只见白鹤童子 把嘴一张 放下身公报的头 落将下来 不意落盲了 把脸落得朝着脊背 身公报 忙把手端着耳朵一磨 才磨正了 把眼睛睁开 见南极新翁站立 新翁大喝一声 把你这该死孽障 你把左道 磨弄江子牙 使他烧回风神榜 令子牙保咒灭周 这是何说 该拿到玉须宫 见长教老师去才好 斥了一声 还不退去 江子牙 你好生去吧 身公报惭愧 不敢回言 上了白鹅虎 指紫牙道 你去 我叫你西齐 请克成血海 白骨如鸡山 身公报恨恨而去 不表 话说紫牙捧风神榜 驾土顿往东海来 正行之际 飘飘地落在一座山上 那山玲珑剔透 古怪齐驱 风高领峻 云雾相连 近于海岛 有诗为证 海岛风高生怪云 崖蚌跪摆 翠阴云 鸾头风吼如猛虎 拍浪穿梭四破军 一草齐化香复复 轻松翠竹色纷纷 灵之结旧清灵地 真是蓬莱窘不群 话说紫牙 摊看此山景物 堪描堪画 我怎能了去红尘 来到此间团瓢静坐 朗诵黄庭 方是无心之愿 话未了 只见海水翻波 旋风四起 风逞浪 浪翻雪炼 水起波波滚雷鸣 煞时见云雾相连 阴霾四合 笼罩山峰 紫牙大惊月 怪哉怪哉 正看间 见巨浪分开 现一人赤条条的 大叫 大仙 游魂埋没千载 未得脱体 前日清须道德真君拂命 言今日今时 法师经过 使游魂伺候 望法师 大展威光 普济游魂 超出烟波 跋离苦海 红恩万载 紫牙仗着胆子 问月 你是谁 在此 兴波作浪 有甚沉渊 时时到来 那悟月 游魂 乃熏云皇帝 总兵官 伯剑也 因打破吃油 被火气打入海中 千年未能出节 万望法师 只超福地 恩同泰山 紫牙曰 你乃伯剑 听我欲须法蝶 随往西齐山去厚用 把手一放 乌雷响亮 震开弥观 速超神道 伯剑现身败谢 紫牙大喜 随驾土顿 往西齐山来 煞时风响 来到山前 只听狂风大作 怎见得好风 有诗为证 细细微微 波土尘 无影过树 透经真 太公子细观和物 却似昭歌 五路神 当时紫牙看 原来是五路神来接 大呼曰 习在昭歌 蒙恩师发落 往西齐山伺候 今知恩师驾过 特来远界 紫牙曰 吾则即日 起造风神台 用搏剑监造 若是造完 将榜张卦 吾自有妙用 紫牙吩咐搏剑 你就在此督造 带台湾 带台湾 吾来开榜 五路神童搏剑 领法语 在齐山倒台 紫牙回西齐 至相府 吾即哪吒迎接 至殿中坐下 就问 张贵方可曾来诺战 吾即回语 不曾 紫牙往朝中 见吾王回旨 吾王宣紫牙至殿前 行礼币 吾王曰 向父王昆仑 尸体何如 紫牙指得模糊答应 把张贵方式掩盖 不敢泄露天机 吾王曰 向父为孤劳苦 孤心不安 紫牙曰 老臣为国当得如此 其但劳苦 吾王传指 舍宴 与紫牙共饮数杯 紫牙谢恩回府 次日 典古巨匠 残业毙 紫牙传令 众将官领捡铁 先令黄飞虎领令剑 哪吒领令剑 又令新甲新棉领令剑 紫牙发放已毙 且说张贵方 被哪吒打伤毙搏 正在营中保养伤痕 转后招割援兵 不知紫牙结营 二更时分 只听得一声炮响 喊声起起 震动山越 慌忙披挂上马 风林也上了马 极致出营 遍地周兵 灯求火把 照耀天地通红 喊沙连胜 山摇地动 只见圆门哪吒 灯风火轮 摇火尖枪 冲杀而来 势如猛虎 张贵方见是哪吒 不战自走 风林在左营 见黄飞虎 骑五色神牛 使枪冲杀进来 风林大怒 好反叛贼臣 也敢银夜结营 自去死也 纵轻踪马 使两根狼牙棒 来去飞虎 牛马相逢 夜间混战 且说新家新勉 往右营冲杀 营内无将抵挡 任意纵横 只杀到后寨 见周济南宫阔 见在县车中 忙杀开骤兵 打开县车救出 二将步行 抢得利刃在手 只杀得天邦地裂 鬼哭神仇 里外夹功 如何抵敌 张贵方与风林 见不是势头 只得带伤逃归 遍地失衡 满地血水成流 三军叫苦 弃骨丢锣 自己践踏 死者不计其数 张贵方连夜 拜走至西齐山 收拾拜残人马 风林上杖 与主将一事 贵方言 吴自来提兵 未尝有拜 今日在西齐 孙哲许多人马 心上甚是不乐 莽修告急本章 打进昭歌 速发援兵 共破反叛 且说紫牙收兵 得胜回营 众将欢腾 其声畅慨 正是 安上将军如猛虎 得胜小孝四欢彪 话说张贵方 遣官进昭歌 来至太师府下文书 闻太师声殿 聚将古响 众将参业 唐后官将张贵方 申闻成上 太师拆开一看 大经约 张贵方 征伐西齐 不能取胜 凡损兵错锐 老夫须得亲政 方克西徒 乃因东南两路 屡战不宁 又见游魂官总兵 窦戎 不能取胜 方进贼盗乱生 如之奈何 无欲去 国家空虚 无不去 不能克服 只见门人极力 上前言曰 尽国内无人 老师怎么亲征得 不若于三山五岳之众 可邀一二位师友 往西齐 协助张贵方 大事自然可定 和老老师费心 忧伤贵体 只这一句话 断送修行人两对 风神台上 且标明 不知胸疾何如 且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